今天明天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六個堂台南志生 在這時間的節目 我是台南董主席 留一段 好來 目前你講的 在這個1234的理論裡面 的這個道德選票 我告訴你 一就是通牌選票 二就是獨牌選票 三就是獨得選票 四 經濟選票 這次民進黨在全國大叔 最主要就是經濟選票 而這經濟選票不是只有經濟敗 經濟敗 也不是出門 他手作的 出門要付這個 我說實在 如果說這十年以來 他同這個也付兩三個 不要叫做八年了 他一直賣下來 不要叫付這個 我做不了這兩年了 你全部都幾十 幾十三個月 我賠來 選民也很奇怪 不是這樣 主要是說 他這個局勢這樣沒有問題 小英沒有 他這個 這個 競選團隊沒有先去主義方式 就說 我要先給八年了 我給你做了 但是這兩年不可能 完全改善 但是 你要看到了 我的投資 我的前瞻計畫 我的生意 會看到 不但沒有去改稅 沒有去跟 民眾說 這個儲不可以 全部怪我 我們現在吃褲骨是 民眾說實在的政權 他這個如果有改稅 我相信 會抵銷一些 一些要抵銷的經濟選票 他沒有啦 沒有 沒去 沒有 沒去 他又去抓到一些 出門賺錢的人 又用那個什麼 這個要去擠 那個要去擠 什麼什麼 什麼車要 那半也沒用 什麼車十年要淘汰 你自己的精銳部隊 我就說 私事有無種 這就是 民進黨的精銳部隊 小企業族 勞工階級 再來 獨派人士 再來 公務員裡面的 的這個 綠色 綠色的這個 公教人員 第五 就是這個 鎮腳的 鎮腳 在中南部鎮腳的這個 阿公阿嬤 這得是什麼 這是用那個 這就有修法 有道德的選擇 這不可以說 因為同性戀的人會說 我沒有什麼不道德啊 我是我的姓像 你要姓像平等 這什麼道德 但站在他們這個 阿公阿嬤的角度看 這是道德的 同性戀 可以做 還是 學法官 我別來 這啦 啊這都失去 啊這 所以這 其實現在也有 很多人嚇著 跟我說 我這個理論不是現在說 我差不多半年前都在說了 最近我看來是 文經理一個 這個叫余姐 請教學文經理 新加坡人 還是中國 反正他都帶在國華 要對台灣觀察得很清楚 他說的 跟我說的差不多啦 不是我沒有對他 他說的 他這個文經是 經理覺得很出來 啊我 很早就在說這個 我現在跳回來說這個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分析 跟經濟的選票 但是我現在先說這個 到底選票 他的特色就說 你如果說他面對 大家都說 啊 這個是 敗人 啊 一塊一塊 就 就 這個 30%票就走了 就 我去別人 啊 這是好人 也有可能 撞到的 所以他也負面 也有正面的 這是道德的選票 其實那在 幾年前 三四年就有 人在理會拿出來 你把它收起來 因為沒有選舉 大家拉不起來 啊 又是擺平 啊 但是 這個 拉不起來 是拉不起來 但是 有什麼 會多少 最少就是 現在 因為太過分了 現在兩邊 兩邊 都會用這個 媒體做 擋箭牌 喔 如果真的有的 大家說到沒有 你覺得好像沒有這個事情 啊 沒有的 大家說好像有的 所以這個 道德選票 越來越 越好操作 這是他一個 一個道德選票 比較不理的 所以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殺傷 但是 把你擁護你 擁護你 擁護你 看不見 就這樣 本來 都要依 道德標準 都要投票的人 他現在說 開始他要向兩邊 向統獨兩邊去 這個 性者 橫信之 不信者橫不信 這樣 但是 在這個國外的枯勢 我告訴你們 國外的枯勢 也有這個情像 就是說 現在道德 第一點就是說 所謂道德的標準 越來越看 越來越 memes 西方 過往 很多人說 同性戀 座 甚至當歐洲 偶助 基督教的社會 同性戀 跟上學 在修行 這欧 secure 姚 Amco 還是 Nueem 社會 捕護 蛇 令人 世代 夫 對 現在 中國 大家 平全 所以有的東西 古早是土地問題 現在不是 現在是變成你的好物啦 你看你 如果會合你 會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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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所以你要看 現在很簡單 你看歐洲的一些民主國家很先進 他算出來的總理 不是桃園總理 那個總理 總理大臣 那不動算 那就三部 那我是那個同性戀 如果沒有什麼 同性戀做總理的一大堆 再來 甚至有一些是有瑕疵 有沒有的人 你就可以去有人那個 阿妹啊 怎麼可以 有啊 誰人 柯林頓 這說過一遍 說得很爽 鋁文斯基 鋁文斯基的台銅跟經典就是 他差不多在1993 Q數那些發生的 我印象中 拼出來 喔 克林頓做總統之後 把白宮的一些大學生來實寫都會騙下去 然後就吹喇叭 哇 亂講 唱到美國人 表示美國還會有很多道德選票啊 就我說了 美國也差不多了 如果說標準比較低於20% 但是我們台灣的30% 美國好 如果很想給大家 大家叉叉叉叉叉叉叉 而已 現在問題來了 叉叉叉叉 准央让你美国的道德选票 准央不要像台湾来到三十 不然你也有两十 对吧 但这边英雄双举 一定 克林顿 第一次就出现了这个 绯闻 这个 好像 炒糟的 热热的事情 这一定败的 结果连任 克林顿又得了 这同纪给大家莫名其妙 怎样得得了 其实你去研究那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 在克林顿前的时代总统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老布希 克林顿后再跟小布希回来了 老布希在做的时候 经济做下坡 不要不要不要 跟克林顿做第一日 第一年第二年也没有 那现在刚才发生这个 李温斯基的事情 啊 不要上架 大家不要 但是克林顿做到第三年第一年 很明显 那个经济有起来 但是那次有起来 不是整个经济 他是克林顿的一些政策 他做成说 哎 事业就讲了 大家都开始找到头 虽然 薪水不管 大家都有头 这个现象很明显突出 啊 他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你经济不得好 我管台你去旅温司机 旅温车长差不多 旅温司机 管台你跟旅温司机 旅温车匠 书记车匠都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总统是想什么提筒 又在办公室 白公的椭圆办公室 你在做这个办公室 你想上什么提筒 就可能了 但是 你如果站在一旁人家 他说 他妈妈没有去追求啊 Hillary Hillary 斯拉里也没有去追求啊 你怎么管 后来 如果我们经济创造的 不错 这一两年开始 经济不错的头路有啊 因为这些因素 他总统更重要 所以 其实在后面 他们的现象也是 经济选票的力量越来越大 所以等一下 我分析 这每一国不一样 那比例 我为什么把台湾 计舊目前 我看到的 这一二十年 一二三四的比例 就是 道德选票还是有 但是 因为 台湾现在没有他拿 这个战果是要乱扶乱用 这些比例 比例 哇 乱扶 所以 他总要 总要去用定申诉 不过 其实这个票 比例好像很高 但是你不能去反对外 大家都说 你这个就是有问题 你反对外 会想到很重 但是 因为台湾现在也开始出现 不过 你如果不是在分析 我请教大家 这次 其实如果他这个 好选人 蔡英文 领军的民进党 蔡英文本身 形象还不错 也没有什么大的 到底的瑕疵 你如果说起来 韩国语 等着反正容易吹到 吴敦义 讲话 吴敦义 讲话 吴敦乱 乱乱 现在道德也是有问题 至少口德不好吧 有一德不好 哪一德 口德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子 好 今天要说到今天 道德的选票 这很趣 后来我们 大年渐算 开始接力的 公平 这次 民进党会输得 比较高 其实经济的选票 会作用很大 这如果没有贪图 你会怎么输的 你都不知道 那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